安全是检验老司机的唯一标准 大家好,我是田勇 欢迎大家来到田勇安全驾驶训练营 今天咱们来看一看高速上的六九线 下面这段视频是来自一位车主的分享 它是在十一期间上的连运港高速 咱们先看视频 咱们可以看到这个视频大致有几个关键词 十一,高速,车距,超车,以及追尾 先来说十一 这十一期间咱们高速免费 那很多车就上去了 平时不上高速的可能也上去了 甚至有些新手也上去了 可以说十一期间 已经一些放假 高速上免费的这期间是最危险的 车又多,新手又多 而且这时候你要想保持安全距离 也挺难 可能你保持一个安全距离 很快就有车跟你穿插上来了 这时候开车一定要小心 实际上我是不建议 新手你在这种高速免费的时候上高速的 第二点来说 这个车距 咱们就是咱们要说的高速上的六九线 因为咱们在视频里可以看到 视频车和前面的面貌车 车距都比较近 但是近大概是有多少呢 咱们就可以看 车道上不有一个虚实线吗 这个虚实线 它的画长度是多少 也是有标准的 所谓六九线就是白色 这部分是六米 而白色和白色中间 看 这个白色到前面这个白色 是九米 也就是六九线 通过这个六九线呢 就可以看出车距大概是多少 也可以通过这个六九线可以计算出车速是多少 但是咱们这个视频的话 不管是前车呀 还是视频车啊 速度都不慢 应该是九十到一百一之间 车距确实是挺小 在这里还要注意一下 视频车超过了旁边那个德邦物流车之后啊 有的人说他应该是往右侧并倒 好让视野更好 实际上现在咱们看的是通过摄像头的角度 但摄像头的角度呢 跟他安装的位置有关系 摄像头能看到右边的面包前面的车 可能在司机这个位置 加个就看不着 我也是建议他超过德邦之后 往右侧边倒 甚至说右侧偏一点身子 然后看一下前面的车 前面的路况 这个位置呢 摄像头已经完全能看到 行车道 也就是右边这个车道的前面有个货车了 但是从司机的角度 我说有可能他还是刚看到有两秒 现在发现前面已经比较于拥挤了 到底是怎么拥挤法呢 是有人行车比较慢吗 还是超车超不过去呢 据车主说是前面有辆福克斯 他是超车 可能是超车比较费劲的 还是超车比较慢的 始终给应该是右侧一个中通物流 中通快递 紧并排的 导致面貌车过不去 面貌车采取了击杀 视频车没着也得击杀 视频车这一击杀 导致了最后 咱们视频看到的那一刻 被追尾了 这车主还挺冤的 他是新车 新车就被追尾了 好 咱们这期视频 一来说了就是十一上高速 第二点就是咱们说的高速上六九线 希望大家能记住六九线 以后你上高速的时候 如果你对距离没有概念 你可以通过六九线来进行判断 今天保持四转六九线 四转六九线 那你的速度应该就是多少呢 大家可以计算一下 咱们如果是速度跑到120 你的距离应该得是120以上了 那又是几段六九线呢 也欢迎大家在下面留言 好 更多关于安全视频 安全驾驶以及车祸分析的视频 欢迎关注田永频道 优酷搜索田永频道